风间匆匆跑来 好奇阿呆正在观察什么 原来幼儿园外围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 阿呆的目光被一块独特的石头吸引住了 这块石头的形状酷似一颗完美的六角星 阿呆对这块石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小新闻言后 想要帮忙询问那位看起来很有善的师工小哥 但转眼间 小新的注意力就被一位漂亮的大姐姐吸引住了 阿呆意识到指望小新不是件靠谱的事情 于是他下定决心 要靠自己的本事拿到那块梦寐以求的石头 他利用灵活的鼻涕想要粘住那块石头 第一次尝试时差点就成功了 阿呆的信心大增 打算进行了第二次尝试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在工地上响起 大叔呵斥这里非常危险 要求孩子们立即离开 把正男和风间下的撒腿就跑 相较于另一位年轻的小哥就比较友善一些 建议小新去其他安全的地方玩耍 大叔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 训斥小哥别整天嬉皮笑脸的 实际上这位小哥也有自己的烦恼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里面竟然是一枚闪耀的钻戒 原来这位小哥有一个相处已久的女朋友 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小哥一直想向女友求婚 但每次话到嘴边却总是说不出口 有一次他鼓足勇气想要表白 结果不小心打翻了咖啡 小哥发誓下次一定要成功 就在这时阿呆又回到了工地 阿呆解释自己正在收集形状像电话的石头 小哥觉得阿呆也挺有个性的 这时注意到小新跑来了工地 就在小哥把小新送回幼儿园时 钻戒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此时的阿呆再次施展他的鼻涕绝技 这一次还真的用鼻涕黏住了那块石头 然而还没高兴多久意外发生了 石头不小心碰到了围栏 结果又一次掉进了工地的大坑里 小哥好心要帮他捡回来 可是一转身就发现大坑被沙土填平了 阿呆心爱的石头就这样被掩埋在了工地之下 不禁露出了失落的表情 小哥向阿呆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就在这时松板老师来到了工地 严肃地表示不方便让外人与小朋友交谈 然而当他看到小哥是个帅气的年轻人时 态度立刻软化 小哥转身摸了摸口袋 这才惊觉戒指不见了 难道戒指也被埋在大坑里了吗 小哥急忙拿起铁锹开始挖土 这时工地大叔问他在做什么 训斥后便转身离去 小哥顿时感到万念俱灰 几乎要放弃寻找戒指的念头 就在这时阿呆竟然拿着小工具又回到了工地 小哥劝他放弃寻找那块石头 不禁感慨 就像他和他女友一样没有缘分 然而阿呆并不打算轻易放弃 只要自己不放弃 那么缘分就会继续下去 这番话让小哥深受触动 看到阿呆又来到围栏边 松满老师把他领回了教室 小哥被阿呆的话深深激励 承诺会为他找到那块石头的 阿呆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说完小哥立即去找工地大叔 小哥恳求大叔一定要让他开挖工地 大叔被小哥坚定的神情震惊到了 虽然不知道小哥在寻找什么 但他要求天亮前必须恢复原状 突然小哥的铲子碰到了什么一幕 他急忙用手挖了两下 却发现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失望的小哥只能继续挖掘 这时大叔走了过来 鼓励小哥在家把劲就一定能成功 转眼间三天过去了 马路已经修复完毕 阿呆仍然没能拿到他心爱的石头 这时吉永老师叫住了阿呆 告诉他有人要转交东西给他 阿呆一看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石头 回去路上校车缓缓停了下来 阿呆望向窗外 惊喜地发现正是那位小哥 阿呆向小哥展示他极其地电话石头收藏 小哥也温柔地拉起女友的手 看来两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石头 妮妮觉得男孩子通常都会选择 跟自己母亲很像的女孩子当妻子 封间何正男对这观点表示赞同 然而小星对这种论调却深感怀疑 因为他喜欢的那娜子与美牙 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小星脑海中浮现未来新娘的模样 一转头竟发现与美牙一模一样 吓得他惊慌失措 小星觉得如果未来的新娘 真与美牙如此相像 恐怕他这辈子就难逃厄运了 阿呆灵机一动 提议用特殊方法一探究竟 文言小星决定即刻行动 于是吉小芝来到小星家的卫生间 小星对着门把手低声念出神秘暗语 卫生间的门缓缓敞开 内部开始神奇地下降 很快又浮现出一扇神秘之门 吉小芝纷纷跑了进去 马桶盖掀开 他们伸出手 手腕上竟出现了青蛙造型的手表 他们兴致勃勃地坐于马桶之上 小星熟练地操纵冲水把手 将其指向未知的将来 伴随着马桶开始冲刷 吴小芝进入了令人叹未观止的时空隧道 原来这就是小芯家的神奇时光机 转眼之间 一行人已穿越到了遥远的未来 小芯按下青蛙手表上的按钮 那扇神秘的时空之门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未来的春日部呈现出一派崭新景象 处处洋溢着先进科技的气息 然而小芯的注意力完全专注在寻找自己未来新娘上 这是一个孩子从旁经过 小芯不假思索地将其拦下 却赫然发现两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小伙伴们目睹这一幕 也不禁愣在原地 小芯和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竟如出一撤 以至于小芯误以为眼前有一面镜子 吉小芝对此感到哑口无言 因为显然站在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不禁暗自揣测 这个孩子会不会就是小芯的后代 妮妮试图询问这个孩子的名字 然而她却表示 母亲告诫过不可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 大家认为她过于谨慎 八成不会是小芯的孩子 就在此时 妮妮眼尖地发现了新线索 她注意到书包上写着名字 小芯定睛一看 发现上面写的净是野原基之柱 立马确信这就是自己的孩子 基之柱顿时惊慌失措 想逃跑却被小芯拦住 小芯非常想要见见她的母亲 妮妮则在旁解释 一切都是为了验证某个定律 出乎意料的是 基之柱爽快地答应带路 她这份干脆的态度 到真有几分像极了小芯 转眼之间 几人来到了基之柱的家门前 小芯内心充满期待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然而 当视线往上一道脸布时 小芯顿时愣住了 那张脸与美牙长得一样 令她大为震惊 瞬间失望之情涌上心头 懊悔自己不该过来的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其他小伙伴健壮也连忙告辞离开 基之柱的母亲察觉到了异样 指出书包上的名字又退去了一个字 原来这孩子的全名是小圆基之柱 尽管小芯并不知晓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但她依旧难以相信 那就是自己的未来新娘 就在此时青蛙造型的时光机 发出提醒声 原来是时间到了 正难提议在深入调查这个时代后 再做尝试 小芯也表示 他日必定重返 大家觉得基之柱是谁的孩子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那么这次的蜡笔小心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喜欢 还希望大家给我免费的赞 或者帮我按按底下的订阅 赞数越多更新越快哦 那么我们下次见